在台湾要得到准证来建起一座寺庙 非常的不容易 阿弥陀佛大家好 我是李季千 我目前人在台湾雷藏寺 非常感谢各位大德们 当年初前初历又初心的 建立起了这座伟大雄伟的台湾雷藏寺 这里见证了无数的万人法会 联生活佛目前也回到了台湾 每个星期六下午三点在这里主谈 超度护魔大法会 欢迎各界人士踊跃的来参加 踊跃的来护持 可以为祖先产生灵水子灵等报名超度 也能够为自己父母孩子配偶 自己做的生意 自己的事业和健康来祈福 这里的景色非常的优美 当年是师尊亲自点的血 他就坐落在飞虎穴上 1987年联生活佛在农历5月18那一天 主持了动土典礼 也开始了一段非常艰辛的建设过程 在台湾要得到准证来建起一座寺庙 非常的不容易 当年联生活佛还去建了佛光山的 星云大师和星定法师 向他们请教 你们到底是如何建起了佛光山 得到的答案令人出乎意料 在台湾你要拿到建设准证不容易 所以我们都是先去申请农舍的准证 再变更使用 这样子会容易很多 如果你要去拿到一个建设的准证 很难办得到的 你还是先去拿农舍的准证吧 师尊就在想 嗯 我一定要能够拿到一个建设的准证 因此师尊就去修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法 也就是我们敬爱本尊 咕噜咕噜的佛母十方发射法 人力有限的时候 就需要能够借助佛菩萨的力量 来圆满这建设的愿望 因为这座寺庙建起来 绝对不是为了利益自己 而是能够利益广大无量 名阳两界的众神当年 要拿到这个准证 需要有三个大人物的批准 盖章建设厅厅长看到师尊要申请这准证 他就在想 啊 这连胜活佛不就是到我家帮我看风水的那一位吗 啊 如果我不批准他的这准证啊 他会不会把我的风水给搞坏啊 就盖了章 准了 现在到了第二轮了 需要明镇厅厅长的准许 明镇厅厅长看到这准证申请的时候 诶 师尊耶 我是师尊的弟子 师尊要盖雷藏寺 那我当然是要帮助师尊啊 冲 现在就剩最后一关了 南投县县长的准许 南投县县长看到建设厅厅长 明镇厅厅厅也已经盖章 他就在想 那我没有理由拒绝啊 因此1989年那一天 台湾雷藏寺终于拿到建设的准证了 十方发射法 古鲁古列佛母的大敬爱能力 真的是不可思议啊 就是因为知道 古鲁古列佛母如此不可思议 好不容易挣到一点钱 我特别带了我的母亲 参加师尊首传 古鲁古列佛母十方发射法的法会 从小到大一直都觉得自己的敬爱 人缘不是很好 不是招人家讨厌 但也没有特别招人家喜欢 在人间我常常都觉得 本事固然很重要 但是如果您人事方面不圆满 有再大的本事 还是会有种千里马遇不到伯乐的感觉 那一天是2014年2月8号 广场这里坐满了人 人山人海 在新春期间 很多人也是来这里 想要跟师征拜个年 法会开始之前 我们都可以去报名法会 挂着红色布条那里 安太岁 光明灯 财神灯 皈依法会报名处 这里是护魔炉 旁边这里都会摆满了 各色各样不同的供品 供我们这些信徒可以去请 那一天看到有很多鲜花 我就有了一个发心 我想要供花给古鲁古列佛母 祈求自己的样子 可以长得比较庄严 更讨喜 让更多人喜欢 供花能够让我们去修这方面的功德 我那时候就站在这长桌前面 有一位义工师姐 我就问她 师姐 请问这花多少钱 她就跟我说了一个价格 我就想了一下 不是那个花很贵 而是因为当初自己的资粮 非常非常的有限 大家还记得吗 我好多年前 我曾经负债累累 好不容易存到钱 可以带妈妈出国 我心里面就在算 能买多少花 买贵一点的呢 还是要买那个便宜一点 又或者我就买一朵花就好了 就当我还在考虑的当儿 这里呢 就走来了一位师兄 二话不说 他就说 全木的花我包了 我站在这里 转头看着那个师兄的时候 一时反应不过来 那一位义工师姐也没有问我 你要不要我留一点给你啊 当下我就突然间觉得 有钱很好哦 可以包花哦 真羡慕你哦 心里面坦白说 是有一点酸溜溜的 结果我一朵花都没有办法 可以供养咕噜咕噜的佛墨 当下我有转念 或许他比我更需要供养这些花吧 以他的面相 很明显是一方财主做老板 有自己的生意 这件事情 放在我的心上很多年 结果有一天 突然间 我想到了一个道理 我就为我当时的 不平不满的心忏悔 当我们很希望拥有一个东西 我们看到别人有的时候 我们应该为他开心 成人之美 随喜功德 你好幸福哦 够包下所有的花 来供养咕噜咕噜咕噜佛墨 希望您得到的敬爱 让你与广大的众生 结下很深的善缘 将来也有这个因缘 能够度他们归一尊佛 从而进行修行 名养良力 可是我只是觉得 你怎么没有留给我 我依然有我想 我站在那里什么都没说 别人又怎么知道 我想要买花供佛呢 成人之美 随喜功德 本就是很大的善 可是当时我执着于 一定要以供花的功德 取得咕噜咕噜佛墨 慈悲赐福给我 我把自己的心弄丢了 忘记了师尊多年来 对于我们的教导 我们在佛菩萨面前 求啊拜啊供养的 希望他们能够早日 满我们的愿 但是我们得先明白 佛菩萨的心 并且检讨自己 咕噜咕噜佛墨和爱染明王 是大敬爱的本尊 有着无穷的大威神力 他们手上的弓箭 和丘比特的弓箭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社交等方面的敬爱 他们都能够帮你实现 你想要当总统 国王大明星 你有了皈依和法冠顶之后 修咕噜咕噜佛墨的法 或爱染明王的法 他们能够帮你设招 千千万万的众生 来归向你 拥戴你 敬爱你 为你疯狂 有人不断地为难你 处处一宁作对 咕噜咕噜佛墨和爱染明王 手中的法器 也能够为你降服小人 怨亲退散 但是你知道 大敬爱的精神是什么吗 我觉得是大爱 相亲相爱 劝人和谐 不搞是非 不与人树敌 因为心中只有爱 没有怨恨 心里永远没有敌人 如此才能够更快地 和敬爱本尊相应 心本来就是您的福田 您的心量越大 您的福田越大 我们来佛寺参加法会 之后我们会遇到一些人与世 而觉得 这里不是佛寺吗 大家不应该都是慈悲 有爱心 有菩提心 怎么反而会在这里 遇到不平不满的事情呢 我觉得这个地方 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 改是不要来了 就是因为这里有很多很多 还需要去圆满修行的人 才有这个因缘 把这座寺给建起来 让更多人能够来这里学习善法 清净善知识 闻夫手 一座寺庙的庄严 并不是因为它建得很大 银柱很粗 花了多少多少钱 对我而言 这座寺庙的庄严和伟大 是因为这里有着一个 修行圆满的当代法王 当年孔子先生想要到 酒仪那里居住 身边就有一个人告诉他 你是孔子爷怎么能够到 那么笔漏的一个地方居住呢 孔子先生说了一句话 君子居之 和漏之有 君子他能够传达很多的知识 让那里的人不再落后 心灵不再必塞 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 文化修养 得到高尚的品德 因为是君子自然就有这个能力 去感染他身边的人 改变他的周围环境 而不是让周围环境污染了他的品德 君子居之 和漏之有 当年的我有着小人的心态 幸好有书尊将了一位君子法王 不断的在雷藏寺说法开示 不断的写书 来告诉我们 提醒大家不要把心弄丢了 让阳光照进我的心房 古登下的思维里 愿大家好好的读书 好好的修行 如此我们才能够得到一颗清良心 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君子 我是李吉仙 我祝大家日吉祥夜吉祥 一月六十很吉祥 再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